里长跟警方挨家挨户 告知村民准备撤村 因为度数位台风 持续对东部带来惊人雨量 气象局预估总雨量可能到达1000毫米 山区居民预防性撤村 就怕雨势太大 突失摊坊被困住 我们那个部落只要遇到台风 雨势过大的时候我们都会撤离 所以变成说我们已经有一个 现行的作业程序 里长帮忙派车 比较年轻的居民也会自发性帮忙 一起把长者载到收容所 尽管已经四年没台风登陆 村里长辈动作再慢 都能在5到10分钟就把东西准备好 简单衣物请聚 拿着就到临时收容所躲台风 目前花莲县预防性撤村的 包含玉里东风里平顶部落 副里乡预防性撤68人 卓西乡撤45户 目前安置27人 疫情等有8人 还有风鸣香7月26号下午3点开始 针对土石流浅市区部落开始撤 有巴尼湾部落 立德部落以及复兴部落 其实里面都非常合作 因为有经历过 所以一测马上 大家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不止花莲台东信 也陆续发土石流黄色警戒 包含大午乡大鸟村 附近居民就有收到手机简讯 这次我们就是按照 整个水宝区的这个标准 就这样的量 来做一个预防性的撤村 可以看到雨时越越越大 就在近快发生 土石流大鸟村 498个村民其中间 预防性撤离222人 播出的中型删除人生 来协助撤离 也让他们能够到安全的地方 水宝局发布的土石流 浅室溪流 包含渠上海端 观山 陆野延平 泰马里等129条 以及大午乡 延平乡 金峰乡 有5处大规模崩塌 浅室区 都是黄色警戒区 担心入业之后雨时越来越大 提醒范围内的居民 可以自行前往指定避难处所 或到影响范围外的亲友家避难 TVB日新闻 总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